2022年什么车型最火 那一定是MPV 大空间 高舒适 是多人出行的最优选择 家用MPV能轻松带上全家人和全部出游家当 不少高端MPV还有行政的商务属性 因其第二排的独立航空座椅 可以给贵宾最顶级的舒适体验 不过曾经市场上家用MPV和商务MPV的界线被划得很轻 直到它的出现 这就是腾市第九 是为数不多的将家用和商用属性结合的MPV 你看它外观 PiMotion是能美学前脸大气美观 既有时尚动感也散发出高端气息 看看它的三维 高达威猛绝对是第一印象 不输埃尔法 省油经济是腾市第九的一大优势 比亚迪的DMI超级混动技术 当然出现在腾市第九之上 其中纯电续航190千米的两驱车型 亏电油耗低至6.2升每100千米 综合续航1040千米 四驱车型纯电续航180千米 亏电油耗6.7升每100千米 综合续航970千米 在四驱加持后 车辆的可行驶半径 自然比常规的两驱MPV更大 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腾市第九 三排座椅空间巨大 真皮座椅自然是标配其中 第二排座椅扶手上有控制屏幕 可以操控多媒体 空调以及座椅角度 座椅前方是独立的多媒体系统 配合摄像头 能电话会议 当然也能用它播放娱乐节目 一商一家 后排座椅上方有空调出风口 全景天窗和大面积的侧窗保证车内视野 四车门静音双层玻璃 让车内更静谧 标配的单拿音响提供剧院般的听觉享受 辅助驾驶 情景模式 智能车机 在腾市第九上都有出现 也都是行业的领先水平 作为2022年的产物 腾市第九它非常够格 目前 车辆售价期间是32.98至45.98万 已经认购大定的用户超过3万人 你还有什么理由绕过它呢 烧 散 烧 终